是傭人還是朋友?是傭人還是仇人? 不要說那麼笨 想請怎樣請?請對就爽,請錯發狂 你有錢大費嗎?你現在試試請傭人?請得到嗎? 容仁之道,主持可南 我們快到了7月,繼續收聽有我可南和Christy為大家導航這個節目 為何導航呢?原來在容仁之道的節目中,我們講解了很多 請傭人需要遇到的種種規矩、規例 或者原來有很多隱藏的東西都在中間 所以我們可以逐一地去探討 還有我自己做這個節目時,越做越吸收到更多的東西 發現有很多東西隨時有危機是會來到埋身 為何這樣說呢?我們前幾集都有提到工人借錢的問題 當時我還很口響,說真的幸運,我那些算是沒什麼 還挺有禮貌,我說工人離開了,你不用追我 然後他們還說好,我不會打擾你,我們交給他 還是這樣的 還說很好的才仔 過完幾集,我們剛才說完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一天,風和日麗的日子 剛好那天是我工人的生日 然後我還準備訂了一個蛋糕 在酒店裡,很頂級的那間酒店 訂了一個蛋糕 然後讓我驚訝他 誰知道在我給驚訝之前 他才驚訝我 我就收到一個,我簡直是說的是大耳洞 大耳洞的收數人,就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先是中文來的 就是請你叫你的員工還錢 然後我們只想好好解決問題 那些字眼就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奇奇怪怪的 然後在下面,就馬上有身份證 照片和合約 都發送給我 還要有影片 那個影片就好像那些 我們那些姊姊請姊姊時 不是要她去面試嗎? 我的名字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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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還是很大頭的影片 然後我看,搞甚麼 於是我想著 幸好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已經吸收了多方面 而我儘管看你是有甚麼玩法 然後我就問他 他借了你多少? 他甚麼時候借的? 現在要怎樣? 要還多少? 你盤回他 我先是了解的 沒有想著盤 了解多些 大家都是賺錢 於是我就問他 他就說在一個禮拜前 姐姐是一個禮拜前借的 那他借的銀碼不多 借的銀碼是1500元 然後他就要求當日 一個禮拜剛剛好七天 就說你要今天 還3600元給我 一個禮拜3600元 我就問他 我說 Which company you belong to? 你是甚麼公司 然後他就 說他們是no license 他就說 no license也可以 明目張膽 no license 是犯法的嗎? 然後他又再說 如果給了這個3600元 就會close file 然後我說 ok let me pass the message to her 讓我告訴他 然後 之後 我自己冷靜了一會兒 怎樣處理好呢 然後也要跟他溝通 不好意思 然後就說 好像有些事情發生 為甚麼這樣 發生甚麼事 我了解完了 我也知道他家裡發生了一些事 他的妹妹患了絕症 所以剛剛才回到菲律賓那裏 跟家人一起 他們就說 當地是要有錢才有藥 所以他急於為他妹妹籌這個醫藥錢 我了解了這件事 其實有時他問我預支薪金 有時我也會答應 但沒有想過他為了這個不是很大的銀牙 但就去冒這個險 於是跟他說完 他只是回答我 我說不到 我說不到 你又說不到 你又說得明白 你知不知道那個息口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要還這麼多 為甚麼你會找到他們 他說他只是在網上找 然後說了很久 我都覺得你這樣做真的不對 你這樣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 好了 本來我都以為是容易搞 誰知道 就是因為他說他沒有 他又走去很誠實地回覆那個收數的人 就說我沒有了 我給不到你 然後人家就開始越來越激動 然後就發信息給我 他說他沒有錢給 你揹了錢 他就跟我說 是嗎 然後我就說是嗎 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明天就會去你家 就說去我家 然後之後 本來我都不是擔心他過來我家的事 我依然相信警察會保護我們 除非他真的去到門口 我家裡有小朋友 其實是有一點擔心的 其實是會有一種心理的壓力 但是後來怎樣處理呢 幸好我即時就打電話給你 即時打給我 然後就問你 那些訊息是這樣的 幸好你已經在這段時間收到無數的資料 同時間 所以Krissy很厲害 她一看到那些訊息 她說我知道了 我知道哪間 她是會這樣的 沒錯 她的手段是會這樣的 已經預告了 會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辦 是你跟我說 要我跟工人一起去報警 沒錯 因為我跟工人說的時候 他簡直是撞到一個樣子 都不想去動 所以我就說不行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牽連很大 人家說得明白 是no license 他no license 他做甚麼 他喜歡為所欲為 然後我說 你看看這個釋口胎 離譜 沒有可能 不會還得到 然後諮詢了一些 法律意見 這些事情 基本上警察一知道 已經要拘捕 不是你去報不報警 而是他們應該去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就去警署 去到警署 又是另一個故事 那天我早了 因為有小朋友 跟他溝通完 我還去拿了蛋糕 本來想著驚喜 最後也變了 都不是很驚喜 7點多到警署 一直搞搞搞 等報案 其實報案都快 因為裡面沒有人排隊 我一去到就第一個報案 那報案之後 最搞笑 那你現在是想報些甚麼 甚麼報些甚麼 他沒有牌的經營放數 這個已經不是犯法嗎 然後他有沒有簽過借的合約 沒有 但他真的說在這裡 你看看有個訊息 他說要還這個 然後警察在那裡 很扭齡 很扭齡 有兩個小時 他是不覺得這樣 成不了一個案 但我也諮詢了一些法律意見 其實沒有理由成不了案 然後他是想叫我離開的 他說 我最多幫你寫 我幫你先通知一下 他說不是 我也想跟他說 我主持過節目 明明人家有個記者招來會 很多工人都說 議員叫我們一起去報警 我現在來到 我都沒有要你的良好市民給我 然後為什麼你要把我拒絕 反而你也被人拒絕 然後我很呆 我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其實他起訴的是甚麼 他可能是用不當的手段去收訴 都沒有去落案 是因為他放高利貸 或者是他無牌的放貸 然後最搞笑的是甚麼 警察跟我說 沒有的 抓不到的 是灰色地帶 所以沒有辦法 香港是 他說法例落後 然後說香港法例太落後 這些是虛擬的事情 你的工人有沒有跟他簽合約 然後我說沒有 他說只有一份文件 在apps那裏填 後來我都因為警察說要合約 我就繼續跟那個收訴的人 溝通 他借了你這麼多 其實他欠你的錢 如果你來我家 我就報警 然後他立刻回覆我 好啊 你最好叫警察24小時保護你 這樣 很囂張 好啊 然後我就問他 你說我的工人借了你這麼多 你有沒有合約 然後他說 然後我就說 真的很惡 很明目張膽 那件事 是有過度掃給他 然後我拿著這張圖 我也覺得 你借了錢 是應該要還的 是 我都覺得這個是合情合理 你說 既然又沒有合約 其實你們沒有一個協議 沒有一個協議 但是你又真的有做這個交易 後來我也覺得 我報警 立了案 之後 姐姐當然也很緊張 繼續跟收數的人 那個人會發出很多訊息 去影響他 然後就會把他的資料 說他會去 viral 唱他 他們的手法是這樣 然後工人就很害怕 然後就說 No please don't 然後我就叫他 你不要再回覆他 你再回來是沒有意義的 他們這些是virtual的電話 他只可以用WhatsApp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段落單是這樣 那我就借了少少錢給他 之後我覺得 人家也要工作 那你還錢 我還給他一塊錢 家裡提示 但其實他也繼續騷擾工人 當日 第二天就已經沒有了 之後他也繼續說 我要去viral你 之後就 還厲害 他可以神化到到處找到一些電話號碼 可能是他相關認識的人 就繼續傳送他所有個人資料過去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灰色地帶 我整件事的體驗 所以發生了事 到現在都過了一個多星期 這個星期我是平安的 因為我覺得我要做的已經做完了 我覺得事情的對錯 但我覺得最不對的 最不合理的就是 為何我去到警署 他們是不想做事 以及想邀請我離開 我覺得這個我是很生氣的 還有很多台說 不是啊 之前有搞到記招 我直接給了新聞稿去看 什麼記招啊 誰是議員 是他們當區議員 然後我看著 我心想 無知是否大了 你不知道 你當警察 在警署 是否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覺得很差 這個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要說一句 當時的感覺是挺難受的 因為不只是你和我們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在其他區都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我們都即時投訴 我想跟進一下這個投訴的進展 最搞笑的是什麼 你一進到警署 第一件事是看到那兩顆紫色的提子 他叫你提防騙子 你這個明明是提子 然後後面有一個大Banner 寫著閃避球 叫你又要適閃又要避 避開了還要去求助 請問我現在去求助 我覺得那個閃避球不是我們 是警察 在前線 我覺得警察閃避球 還有如果那個警察 CID Sir 你跟我說 沒辦法 香港的法律法例很落後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香港花錢 其實我聽到我覺得很可悲 這麼隨便 我小時候曾經有 因為我也是中學的時候 我是滅罪大使 我是沙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滅罪大使 是要考的 每一間中學只有一個大使 我成功考到做大使 我那一刻是很 proud of自己 可以去 represent 宣傳一些撲滅罪行的訊息 當時也很仰慕警察 因為我小時候又學武術 我那時是想過 我將來如果沒什麼做到的話 我應該就是一個抬槍師姐 那時是覺得是這樣的 但是到了長大了 去接觸警察的時候 他們給我的感覺是很失望 是的 其實我們之前跟進的時候 警方高層 其實都說數據不夠 我們其實當一刻 我們一次過整理了幾十個個個案 給他們 其實現在我們都會建議 所有的僱主 真的這麼不幸發生這個情況 在網上去舉報 因為網上的話 他也會有提放編紙 也有金融的舉報 金融舉報那個是relay多一點的 沒錯 根據今次發生的這一類的情況 因為那個多數都是些姐姐 可能他們已經曾經借過銀行的錢 可能等於我們的TU 如果太低便借不到銀行 他們都有一個他們的信貸 他們的TU都不夠了 所以可能會找到這些 他們覺得很方便的virtual bank 然後就去做這些借貸活動 但是做完這些借貸活動 他們就不知道原來 那個no license 我不確定那個no license 究竟是銀行 還是那個收數的人 是no license 因為我依然是深信 香港沒有可能 是會容納到一些 沒有license的收數 或者借貸活動 這麼猖狂 我相信 還有我自己作為一個 今次發生事件的一個當事人 我是很體會到 如果警察說那些數據不足 那我很有理由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一刻 我報案之後 我在那個警署那裡 我事先聲明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在那裡 但是等著等著 我們只是等那一隊的CID 足足等了三個多四個小時 那一晚最少 那一晚 對 三個多四個小時 對 搞得好東西 等什麼呢 可能真的有大案 我們不知道 我們比較平民 但是等著等著 那裡存了一堆人 全部都是等那一堆人 直到我真的要問他們的號碼 然後跟我有一個沙展 沙展級的一個Madam 然後我都問他的號碼 或者問一隻日官 然後才開始 立即安排了一個CID來招負我 所以整個過程的體驗 不是那麼良好 我亦都不覺得他們是跟市民去配合 希望我們藉著這個大氣的電波 亦都希望有些正義的人 聽到我們的聲音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反思或改進 因為那些數字就是這樣來 所以我突然覺得我住在那區 難怪不得太平 因為沒有數據 警署也很太平 因為我還以為在那區 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事情 需要跟警察求助 但是我發現很多次 都是他想嘗試去撒走我 我跨區也試過 去那間警署 也是這樣 去了兩次也是這樣 是的 所以如果這種天下太平的局面 是這樣而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很莫大的隱憂 當然了 這集的節目其實不只是想說我這個案子 不過正正我們這段說完 那段就發生 但也很感謝Christy 沒有客氣 告訴我那些會發生 流程怎樣處理 因為如果不是 以這個收訴公司的手段 其實他們會不停不停滋擾 而且他們說話是沒有需要負責任 之後也是專門用WhatsApp跟你聯絡 沒錯 其實是會令你害怕的 真的害怕 因為我家裡那麼多 那些小朋友那麼小 他們說得很誇張 然後他們好像完全沒有害怕 真的會影響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害怕 因為他們主要是境外的 他們的號碼是買回來的 銀行戶口也是 其實我們都有口頭上 即是跟議員說 在上面反應 最快解決方法 可否就是多人舉報這個號碼 你直接凍結它 即是我們自己 發放的訊息多 你都會被人凍結 是的 即是要舉報 舉報加封鎖 現在我們跟了一個外用組織 其實上星期開了一個會 它裏面主要都是大律師 已經聯絡了某一些銀行 比如好像HSBC 渣打 這一類型的銀行 如果一舉報的時候 就凍結那個戶口 希望這樣可以盡量阻止到 它不停這樣發生 是的 但他們都真的聰明 譬如他們用的戶口 未必是真正的犯案的人的戶口 可能他們都被利用 或者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有些工人姐姐 介紹你去那裡開戶口 開完後會給你500元 應該是那些 其實利用了戶口去做這些洗黑錢活動 都不奇怪 但我覺得香港應該是一個法治之區的地方 既然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應該要盡量阻止它 所以希望我們再一次呼籲 如果真的你家裡的工人姐姐 是有這些借貸活動的時候 如果你也是這個苦主 千萬不要害怕的 繼續去警署播放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向Christy的會去求助 可以在Facebook 可以聯絡你們 可以 真的可以幫助 雖然力量微小 但我們都希望可以 凝聚大家的時候 可以幫助改善一些事情 這一節我們就講到這裡 然後下一節 我們講一些最近 非常厲害的新聞 太驚嚇了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來和大家一起聊天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